今天是11月30號 今天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今天在早盤有跟大家說到 今天是MSCI的激度調整 尾盤會比較大的震盪 果然今天最後一盤 也是滿震盪的 因為成交量有到 1.5%的距離 1171億 非常大的量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 最後一盤是有往上 拉一點點起來 拉一點點起來 今天是上漲99點 今天盤中最大 最高的時候在早盤 漲到207點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K線圖 有一個上限到100點 107點的上影線 我在早盤的時候跟大家說 不要追 買股票不要用追 在這邊不要急 不要追 早盤我特別特別跟大家說不要追 什麼東西股票可以追 當然也是有 我也跟你說 我也有在節目上說 像現在目前為止 像我們可以看到Omicron 那個病毒 新變種病毒 目前為止現在是所了解 看到這個病毒 大多感染的人都是比較 屬於輕症 感染力蠻強的都是輕症 那早盤的話是蠻強勁的 那就算美股像有 非常棒到底有上漲的 4% 漲4% 那台北股市今天順勢也開高了 那開高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尾盤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邊尾盤在一點 在一點的時候就開始在下殺 怎麼看 來看一下國際的指數 你也可以看 我們先看一下國際的指數 來 國際的指數在我們可以看到南韓 南韓今天 南韓今天指數是下跌2.4% 2.4% 日本本來是上漲到大概有 國際的指數 將近有300點 那收盤跌了462 462 那所以震盪是很大 那我們台北股市 我們今天尾盤也是有縮小跌幅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盤中我們看到 我們這整個類股 我們可以全部的所有類股來看的話 今天最強勢的地方運輸 運輸類股 運輸類股 可以看到運輸有些比較強 當然有原因 我也跟你說 在第一 在開始疫情開始在中溫的時候 禮拜一我就跟大家說 如果有 就是 當然疫情一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大部分一些 很多很多公司他們需要 要貨運的時候 先搶什麼 要先搶櫃 先訂櫃 那個訂什麼 訂貨櫃 沒辦法 因為上一次的經驗 已經有好幾次的經驗了 在上一次的經驗 Data那個經驗開始 大家都知道了 要先搶櫃 不然你如果貨櫃沒有先預約好的話 你就沒有了 你再接下來 你要再等很久 就等非常久 所以我就跟大家特別說 那什麼東西比較重要 當然就是在於 來 航運股的貨櫃 貨櫃股 來 我們看一下 可以看到什麼 2603 長榮 今天有漲 今天有漲3.7% 還有2609 陽明給你去5% 今天漲5% 我主要是看這兩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帶一下 為什麼我會來講這一件事情 好 可以看到現在目前 現在盤後 在盤後的時候又有 像Moderna他們的CEO 就有說到現在 我們現有的一些疫苗 很難應對現在的這一個 Omicron 現在這一個 它的變種病毒 它的變種有32種 比較複雜一點點 比較複雜 目前為止它也有 這樣一說而已 令整個全球的股市 現在又在大震盪 你可以看到 又在大震盪 我們可以看到 南韓跌2.4% 恒生跌376 日本有400多點 我們台北股市也縮小漲幅 目前為止 現在是在下午的5.3分 小道琼現在電子板 是下跌516點 500多點 下跌有1.5% 歐股的德國 德國現在是下跌209點 下跌1.3% 所以今天晚上的話 可能在美股還是會非常震盪 非常震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像 來 納斯達克 你看到 納斯達克 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會非常震盪 我們也不 像我在之前 我跟大家說 我們台北股市 要記得 昨天我跟大家說 這裡 這裡 它即將還是會來回撤 還是會來回撤 會回撤那個低檔的地方 會再來回撤 如果撐不住 就是往下繼續 就是繼續的整理 震盪整理 某整理器 目前來看的話 還是會來回撤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那這一根量能還是不夠 這裡量量不夠 那這裡的話還是會 我認為 我昨天就已經跟大家說 還會再跌破 跌破這個低點 來回撤這個 17167 17167 接下來我們要記線 我們記線 17165 把它會在 我認為還會再來回撤這個記線 我們現在記線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你看 記線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有點在往 今天是往上 往上往下 因為現在一漲一疊 一漲一疊 那就往上往下 那記線的回扣 那就這樣子 現在我整理器 現在要操作 還是比較重要 現在操作 我認為還是要多保留點現金 多保留點現金 勾票 尤其是不要追 不要追 一直跟大家說 千交代萬交代 不要一直追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操作一些主軸 我們來看一下 低位接族群還有短線操作 以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在操作 從高檔過後 我們都是用短線來操作 還有一些佈局 我們也即將 目前為止還沒有了 明年的新題材要提早佈局 明年的新題材 我們要提早佈局 就像這塊一樣 就是高速傳輸的元宇宙 還有低軌道衛星 就這塊 這就是明年 當然有的是進行四中 有的是明年 明年的一些新題材 以明年的新題材 看不像當到明年 等你看到產品的時候 你才要去買嗎 就太晚了 太晚了 當然要提前 如果提前達到我們的獲利目標 我們當然就是先獲利了結 像高速傳輸 你會看我的節目 已經是說做完了 我已經做完了 像可以看到像偽權店 安國還有安格 我主要的高速傳輸 是做這三檔 更早之前的高速傳輸 就是另外一檔 就是3035自圓 同時它也是IPC制裁 原宇宙這個可能會做一段 未來會陸陸續續 會做一段時間 還有像低軌道衛星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是都已經把它分離了結了 沒有這是沒有啦 我們在等待 有更好的 在等待拉回 有更好的機會來買更好的價位 更好的價位 現在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我認為 它還會再修正 還會修正 那不是只有我們而已 我們可以看看 這道瓊 這道瓊 你說它這樣子馬上就往上跳 馬上往上跳 我認為還會再整理 就像 這個納斯達克還會再整理 現在在高檔地方再整理 到底整理會往上往下 那在接下來的話 這就要不 接下來就要慢慢看了 來 這費城辦討題可以說是最強勁 最強的 那這可能 當然股票漲多的話 還是最大利空 要記住這句話 漲多還是最大利空 漲多還是最大利空 好 我們來看 那最主要我們還是要在操作上 要掌握產業 掌握產業 要低檔買進 來 來看一下 我們最近 我們昨天 早上跟大家說的 這句話 我們要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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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老婆這邊看一下 來 短線操作 哪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2609 陽明 陽明 11月29號 掌握了 昨天買的 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那陽明呢 今天 陽明今天 昨天買了 今天上漲5.5元 今天起5.5元 這是陽明 之前我先跟你說 這說 這買在 這提前跟你說 這是昨天的 昨天跟你看 跟你看的 跟你說的 你可以去看昨天的 你就明白了 我們說到就是 會 對於所做就是這個 就是像 那防疫乾淨股 我是不太建議 建議的話 只是能夠小量的 很小量的買 你就買一點點而已 你只能買一點點 那當然 比較能夠買的就是這個 航運股 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我把它認 以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在操作 我們還是把它當作 要把它 以操作策略來看的話 現在是要用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那為什麼要短線操作 老師問你很看好 因為說 我們可以看到 你說陽明 前三季32.2 32.7元 股價 股價是要115元 我們不管合不合理 我們不管說它合不合理 那另外一回事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今年可以 可以互利到多少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當然 你說看 有 像我們本土的一些法人 也有看到 以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還有多少 還有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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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不用先這樣來看 我們要怎麼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能夠看到 我們能夠賺到的 我們能夠先賺到的 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能夠先賺到 先賺先贏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像我們台子期現在的話 現在是在5點10分 5點10分 現在台子期下跌 現在下跌107點 1807點 下跌滿重的 現在台北市 那夜盤現在下跌107點 下跌滿重的 我們可以看 現在小道球 現在下跌500點 好 那明天可能整個 今天晚上美股可能震盪非常大 那收盤會收如何 我們不管 但是我預估 明天來說的話 可能我們盤勢來說的話 還是跟我們震盪 一樣會加大震盪 震盪的幅度會加大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來看納斯達克好了 看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你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還是會在震盪 也就是震盪 你說馬上要往上走 我認為還會在震盪 那目前為止 現在這個 像這個病毒 新變種病毒 現在全球很多國家 都已經有在禁航 像日本 還有像有非歐洲 非洲要非往歐洲的 都禁航非常多 很多國家都禁止 非洲一些航班陸 陸到他們他國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台北股市 現在目前在操作 可能會開始 我來說 還是會在很震盪 買股票不要追 不要追 你手邊的現金 多保留一點點現金 多保留一點點現金 這是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所操作的一些策略 短線有賺的話 我們就先跑 等過了 接下來的話 疫情比較和緩了 控制住了 我們接下來 再來操作的策略 再來更改我們 再來調整我們的操作策略 再來調整操作策略 以目前為止 現在最近就是用短線操作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然後這期 10月24號 凱美 這也是跟你蓋牌的 因為最近 這個 短線操作盡量都是用蓋牌方式 25號 再漲6.5元 那26號 26號我們把它賣掉 再漲4元我們就把它賣了 就賣掉了 這就賣掉了 這是凱美 好 那聯電 說到聯電 最近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 可能大家會有一點點興趣 為什麼 因為最近有一支股票 你現在準備要來上市 來 這張股票 利基電 來 利基電 利基電 它就是以前的利金 現在又要上市了 那目前為止 它的股價是在多少 75.9 75.9 那 來看一下它的獲利 3.07 3.07 前三季 利基電 目前為止 它有多少錢 它幾個 它現在75個到75.9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 一樣是晶圓有做晶圓代工 當然還是有稍微小小的不一樣 來 現在目前為止 聯電多少 63.7 63.7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所以 前三季財報3.26 比它更高 價位比它更低 鹹味差不多兩聲 少它兩成 會不會有比價空間 12月 12月6號 6776 利基電它要上市 它要上市 它要上市 12月6號 下星期一 聯電會不會有比價空間 聯電會不會有比價空間 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買股票不要用追 你要用力 這我之前都跟你講了 不要追 聯電你可以買的時間 你可以買 你可以買在 57 58 59 這個很好買 這很好買 很好買 很好買 好 這裡聯電 目前為止 今天又有說到聯電要 在第四季 第四季 就是這一季 現在要漲價 漲12% 漲12% 又是漲價題材 來 這聯電 來我們看一下 聯電我們是在 11月14號買的 57.1 最高到 11月19號 661 沒有賣掉 沒有賣就沒有賣 好 到今天為止 總共現在目前為止 剩下只有賺 6.6元 6.6元 還有獲利6.6元 還有獲利6.6元 還有11.5%左右 我們現在獲利還有11.5% 這裡聯電 大型股 124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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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買多少都有 你要買100張 500張都有 聯電 這才有辦法讓你賺的 真正能讓你賺到大錢 這樣才有辦法賺到大錢 那些中小型股 那股本可能只有兩三億 那個可能 對啦 那個看起來很美好 但是問題是 你買不買多 買不多 那種股票 你可能買個一兩張而已 你不可能去買個 100張200張 不可能 但是聯電 你要買100張 200張 甚至500張都沒問題 來 這叫做賺到大錢 好這裡聯電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要趕快跟大家說一下 華興科 華興科 來 華興科 我們之前是買在157 11月3號 到昨天 到昨天有算19塊 今天又跌2.5元 今天跌2.5元 當然跌 跌都還會輸 不會說跌就不講 還有今天目前為止 還有16塊 還有16塊半 如果 當然 至多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會做一些短線 都會做一些 這會做也是做短線 除了聯電以外 聯電以外 大部分的股票 我們最近可能都會做一些短線來操作 好 掌握產業先機 低檔買進 你才有辦法真正賺到大錢 才有辦法真正賺到大錢 那我也知道 那贏家才能幫你成為贏家 那你如果想要跟我們一起操作的話 我歡迎你可以來電 這邊有電話 2752-5868 不過是到賴生活圈加1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喔 我們未來真的寶貝 我們未來的 未來的 MI 옆